大家好,这是马莎 斩商公司的新游戏 明朝今天终于首帮了 而且令人震惊的是 这是一款开放世界动作游戏 这个类型的魅力 大家应该已经从最近大火的老头魂感受到了吧 好,不废话了 我们从官方今天爆出的实录PV 来分析一下明朝拥有什么系统吧 这应该是自选的男女主游戏 黑衣跟蓝衣感觉是同一个人 但是应该不只是皮肤的关系 首先呢,是探索系统 终于不用慢慢爬墙 可以直接飞烟走壁了 然后登墙,还能空中二段跳 逼个又要流泪了 之后呢,直接对天上放了个钩爪 这个应该类似乖类的翔虫 可以往前或者往上飞 最后在空中用了滑翔伞 可以看出明朝的探索系统非常的离合 这里呢,给了葫芦一个特写 然后召唤出了一个还破死的小花 应该是有召唤物系统 嗯,有点怀疑是被葫芦吸进去 然后召唤出来的 到战斗系统啦 首先演示的是登墙之后的下落攻击 看来利用地形战斗也是玩法之一 闪避,如果极限闪避成功 没有石停效果 可以触发闪避机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手艺 响手机,登他们 这里呢,不知道是变身还是提升攻击 可以配合连招 天上停顿了下,触发了极度石停 看来明朝的石停是主动触发的 抓取技 这招会炸出东西 然后被玩家吸取 有可能是大招能量 最后演示的是Boss战 Boss会传递玩家攻击 华丽的QTE 还有Boss2阶段变身肯定少不了 弹刀 局部破坏 Boss战这块果然没让人失望 还是组传的高股东的帅气Boss战 PV最后还演示了很多新角色 应该也是跟战胜一样 只多角色切换的元招系统 明朝简直就是集战胜大成 还加入到了开放世界里 而且这只是手爆 以后系统肯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嗯 真是越来越期待了 好了 东西就到这里了 最后呢 把完整的BV放一遍吧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